公園宴 劉彥長 我們臺灣車輛蔡董事長 各位貴賓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的早安 大家好 非常感謝兩位部長的期許連禮 也非常感謝各位貴賓 及我們長期合作的夥伴們 大家今天能夠力臨我們這個連禮 唐高尾公司今天可以說是雙喜雲門 這方面為了優化我們高鐵列車的維修作業 我們再一次的與我們的公園院系統合作 共同來研發轉向架走行測試設備 將有效整合轉向架檢修後的功能測試 以及模擬動態運轉測試 可以提升我們轉向架從組裝 到主線測試前的可靠度 讓高鐵列車的維修更有效率 營運更有效益 來滿足我們領客的需求 除此之外 透過動態模擬 與運轉的過程 相關的震動溫度 這些數據的收集 更有助於我們掌握轉向架 各額組件的老化的趨勢 也可以更提供有效率 以及可靠的轉向架的檢修品質 提升高鐵營運以及旅客的安全 同時 台灣高鐵公司也首次 跟我們台灣車輛公司合作開發 才運行調部機關車 在台灣車輛公司提供專業的整合設計 製造能力下 新的機關車將完全依照 我們高鐵公司的維修需求 來做設計製造 除了可以在基地內單獨吊車之外 更可以具備主線救援高鐵列車的功能 同時 可以跟列車結合之後 同步控制列車 煞車的特殊設計 都涵蓋在機關車裡頭 更可以進一步確保機關車的 車速控制跟運轉安全 軌道工業本土化是政府重要的政策之一 高鐵公司近年來 除了積極推動本土化 也有相當的成果 在去年 2018 除了自主維修的比率 已經達到90%以上 本土物料的採購 更是為我們唐高鐵公司有效的節省 超過3億元的維修成本 在大型專案方面 我們不僅僅剛剛部長提到的 跟中央公司國車國照 西索版照電車線的維修工程車 那今年初呢 我們更與台達電還有營群電 共同研發新一代的旅客資訊顯示系統 PIS 就在不久之前 我們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也幫助我們成功完成了 新一代列車駕駛模擬機 整個系統的建置成本 也僅僅是原產軟體升級價格的三分之一 此外 還有像是跟各位報告 歷經23個月的嚴謹開發測試以後 第一組噴圖國產期的高鐵列車 已經在不約下去 正式投入營運 未來不僅可以大幅節省高鐵列車的服裝成本 還有機會帶動國內七輛廠商 切入國際高速鐵路市場 我要特別感謝交通部 經濟部的大力支持 以及工研院留言長 台灣車輛公司菜桶市場的點滴協助 台灣高鐵公司今天產生過在本土化的歷程中 再向前邁進兩大步 因此我特別保證了 雙喜聯盟的行願 分享給在座的每位貴賓 祝各位貴賓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